畫面上是原建大和執犯事業的董事長吳少輝 代表原建天籟列車的善心企業團體 捐贈1000台助聽器 由副市長邱佩玲代表接受 現場氣氛相當溫馨 那我們也是因為自己的姐姐 有這樣子一個重天的狀況 導致就學、就養、就業 都有程度不一的一個影響 那感同身受的狀況之下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捐贈活動 讓真正有需要的人 可以連續到這樣子的聽力輔據 來讓他們恢復他們所謂的聽力優勢生活 來解決他們的一個生活困難 這次的愛心捐贈 由交溪輔倫社與原建大和執犯事業公司 攜手議員韓氏域辦公室等善心企業團體 組成原建天籟列車 捐贈1000台的助聽器 不需要聲障證明 只要有聽力損失 需要佩戴助聽器的基隆市民 都可以在年底前提出申請 副市長邱佩玲 也在社會處處長楊玉欣的陪同下 致贈感謝狀 感謝這份溫暖的力量 支持幫助有聽損的市民朋友 其實我自己的父親在後來年紀大的時候 他的耳朵也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就剛剛所講的 當你越少互動 你其實越容易跟別人產生更多的說話 那可能就變成自閉症或是失職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幫助很大的 第一個是它的流程非常簡單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身心障礙的手冊去領 讓更多人老年人很方便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知道助聽器的費用是很高的 那今天一般人去買可能便宜的也要六七千 貴的可能到十幾萬 那如果今天有這樣的贈送的方式 對基隆的市民其實很大的幫助 他們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第一個是省時間 第二個是費用節省很多 所以我覺得民間的力量來協助政府是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有這樣的一個天台列車 而且它又不是這個 等於說不分你我 也不會說因為說你今天一定要有身上資格 才可以來去做一個領取 我覺得這樣的話可以否 就是所有的我們基隆市的百姓 只要他有這個聽力上面的這個問題的話 那都可以找我們 那我們一同來幫忙他 那希望他可以重新的找回愛的聲音 那讓他可以享受到我們普通一般人的 聽到這個所謂的天籁的這個享受 我覺得這一塊的話是真的很重要的 那未來的話 市域也會跟我們市政府 還有我們無動市長這邊 那一起來努力 那我們並沒有排付條款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成長手冊 那只需要到我們的原件的基隆店裡面 去做一個聽力檢查 我們只要確認用戶是60分貝至90分貝的聽損者 就可以利用我們的天台列車助理器 副市長邱佩玲相當感謝善心企業與團體 以實際行動關懷聽損朋友 為基隆注入愛的力量 一起打造溫暖有愛的城市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好啦 我忘記了